关注大马 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年初期人类快乐 我是拉斯达 我们来看新闻焦点 卫生部长凯丽指出 所有60岁或以上的乐龄人士 以及接种科兴疫苗 维基础疫苗的18岁或以上的人士 必须接种加强剂 如果没有接种的状况 将在3月1号变成未完成接种 用手上的特殊伊斯坦萨比主持开幕已式的吉打橡胶成计划 未经有潜能招揽100亿投资额 并且在2025年提供多达15000个就业机会 社交媒体近期疯传 走私人体器官集团再度出现 专门录夺15岁以下的少年比解剖灾取器官再到黑市转卖 警方今天发文澄清 这是一个假消息 来关注我国的疫情 国内的今天新增确诊病例持续破万 达到1103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连世四天 创下今年新高纪录 目前我国累计病例达到229万 292525254例 在今天新增加了11034例冠病确诊病例当中 共有10976例为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患者 另外58例为第三第四与第五阶段的患者 各占比为99.47%和0.53% 处在第二阶段的确诊病例最多 共有8157例或73.92% 在第一阶段的病例则有2819例或25.55% 他说在重症患者方面 第三第四和第五阶段则共有58例 今早卫生部在推特指 处于冠病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确诊患者 风险并不高 不需要前往冠病评估中心隔离治疗 只需要通过麦斯加州手机应用程式里的健康评估 进行自我监督 卫生部长凯莉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国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近日来超过1万病例 是预料中的事 主要是由Omogram变种毒株引起 不过目前大多数的确诊病例 属于无症状或轻微症状 并不影响州选举的进行 另外当指下令60岁以上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士 以及18岁以上的科兴疫苗接种者 最迟必是在3月1号前接种加强剂 才算是完整接种 凯莉同时也透露 虽然国内的确诊病例激增 但重症患者并没有随之增加 没有对我国的卫生体系带来影响 至于死亡及交互病房病例 则有下降的趋势 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疫苗接种率提高 另外凯莉也宣布国家冠病快速反应 特工队将重新启动 以应对国内新一波的疫情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我国还有多达32%或100万名年长者 还没有接种疫苗加强剂 因此当局下令完成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60岁以上年长者 以及18岁以上的科兴疫苗接种者 最迟必须在3月1号前接种加强剂 才算是完整接种 否则Maisatara的疫苗接种证书 将从黄色转为白色 及不完整接种疫苗 到时候他们将不能够进入公共场所 卫生部长凯莉今天在记者会上 公布最新的隔离措施 她说没有症状 并且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新冠肺炎患者 隔离期将缩短到7天 出现症状 同时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患者 所维持隔离10天 凯莉也宣布 已经接种加强剂的密切接触者 只需要隔离5天 完整接种疫苗者隔离7天 至于没有或未完成疫苗接种的 亲密接触者则必须隔离10天 她说密切接触者不必前往 冠病评估中心 只需要在领取电子隔离令后居家隔离 没有出现症状的密切接触者 也不必进行冠病筛检 相反的一旦出现症状 必须进行自我检测 并且上传到 密切接触者应用程式 同时10月每天进行自我健康评估 我尽力尽力尽 尽力尽力尽力尽 Kerry在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请商家们合作 在顾客进入餐厅、食肆或商店之前 务必检查他们的MASC状态 千万不要让呈红色状态的确诊者进入商店 以防止疫情传播 和同全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PIC Kids 从2月3号开跑到6号 全国已经有33,599名年龄介于5到11岁的儿童 接种首剂新冠肺炎疫苗 今天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在彭亨落实 在疫苗接种中心受访的家长都了解 要为他们的儿童接种疫苗的需要 而且家长也已经获得他们孩子的同意 来为他们接种疫苗 截至星期六 紧接为吉隆坡的5910名儿童 尽管儿童全国新冠免疫计划率先在巴胜股开跑 但其他的州数也陆续有儿童接种关闭疫苗 其中以沙拉越和沙巴的进展较快 分别有1583名和1581名儿童 已经接种首剂苗 有首相德德斯伊斯巴萨比主持开幕一式的 极大橡胶城计划 继续有潜能招揽100亿投资额 并且在2025年提供多达15000个就业机会 将为当地的社区带来经济推动 虽然这个计划才刚启动 至今已成功招揽了41令吉的投资额 同时为社区创造了将近7000个就业机会 他的基金典特兴都是最高的 优优马给打算 文字会让人勤为417.5亿 向方面连致当局的统账 417.5亿 和 Präsident加根据 2 领导 Ellie 基金典特兴 417.5亿 aos注目的领导 包括370亿 并且统账 主持开幕仪式时如此说道。 在仪式上,他也见证了橡胶城计划中合作的各方交换十份文件。 吉打橡胶城占第503.4公顷, 其中第一期工程占200.7公顷, 第二期占302.7公顷。 这个计划的发展目标是成为我国橡胶工业的领导者, 以及成为全球橡胶工业的枢纽, 汇集该州超过7万3千名农民。 今天凌晨,沙巴新海岸,西海岸北区包括古达, 各岛马鲁度,毕达市等一带降下青盆长命豪雨, 造成洪水泛滥,闪电水灾,不少低瓦道路, 桥梁,住宅区,商业区,原初淹在水中, 而在毕达市共有311人来自97个家庭, 被安置在三个临时疏散中心。 由于毕达市一带的河流水贵逐渐上涨, 所有的临时疏散中心是在昨天下午开始运作。 水位上涨的地点包括 根据沙巴天灾管理机构委员会所发布的图表, 共有108人来自41户家庭被安置到 布甘比达斯都尔国小多用途礼堂临时疏散中心。 另外还有135名居民被安置在 入供国小礼堂临时疏散中心, 68名灾离被安置在 甘邦顾西拉礼堂临时疏散中心。 更地天灾委员会、消整局、警察局、民房局、 志愿警卫等纷纷投入救灾行动, 居住在低瓦地区的居民被紧急疏散到 安全的地点和救灾中心。 在明西旺政府早日落实, 新建救灾大楼。 节目追杂機。 小礼堂临时尚体检网基讯 numbers 毕竹莫属络络络络络络络。 深夜、廓量请稍 Cord启会被 demonic伺光能。 �date都是第四千万円的地方, 与你来民伏当检网基亭端。 又去一个迎接地讯。 废盾络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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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下1龍捧áz转冶段。 按下10毕端尾第四千万人。 超新货能力。 社交平台近期疯传 走私人体器官集团再度出现 专门鲁多15岁以下的少年 已解剖摘取器官再到黑市转卖 警方今天发文澄清 这是一个假消息 全国警察总长魅书处公关 今早发文告严厉驳斥有关的谣言 并称早在2016年就流传类似的传轮 并证实纯属假消息 他指出社交媒体最近谣传 一辆国产轿车和一部白色货车 在盯上15岁以下的少年少女之后 就掳走他们 以解剖翻卖他们身上的器官 他透露 有关的传闻更冒称 是由伍杰曼警察总部 所发出的警告 更详细列出肝脏 肺部 肾脏和眼睛等人体器官的试价 警方也强调 有关的传闻 并非由警察总部 所发出的 更敦促民众 不要轻信传闻 停止转发任何未证实的假消息 避免引起社会惊慌 米桶山平行的到雨后出现积水 引起各方的关注 冰岛市政厅证实这个问题 并已经指示顾问工程师 提交该事故的详细解释 同时也邀请大马工程师协会 并州分会的专家 找出主要的原因 以及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 冰岛市政厅发文高指出 当局对米桶山 平行达到部分的路段 出现雨后积水的情况 表示遗憾 因为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 冰岛市政厅 已经立即指示 该计划顾问工程师 以及承包商到场解决问题 初步调查显示 积水的原因是很多垃圾 以及枯叶 阻碍雨水流入现有的 排水系统所致 清理的工作已经即刻进行 积水也在短时间内退去 冰岛市长的对游端祥 在冰岛市政厅 冰州工程师协会 以及承包商代表的陪同下 前往米桶山平行大道进行巡视 较后相关的单位将会召开 会议讨论 以提出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 冰岛市政厅也会在该处展开定期巡逻 以及通过智能运作中心的闭路电视 进行监督 并对停车在米桶山平行大道路间 以及乱丢垃圾的民众 采取严厉的行动 此外 冰岛市政厅也希望民众 一起保护环境 清洁与安全 人人有责 我国一位自杀而死亡的案件 越来越多 在2019年 每10万人口当中 有5.8%的人自杀 根据马大医疗中心精神科医生 Benedict Francis 医生表示 这个数据让人感到担忧 抝 production merupakan penyumbang maksudnya kesakitan yang yang paling tinggi di dunia lebih tinggi daripada cancer so mental healt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masyarakat perlu sedar yang ini bukan saja diminda tetapi perkara yang sangat-sangat real dan mereka kalau sekiranya ada ataupun mereka syaki ahli keluarga mereka 他补充统计数据显示 15到30岁的人是最多患上精神问题的群体 他建立公众寻求政府所提供的治疗服务 他是在本台早安马来西亚节目接受访问时 这么表示 农历新年期间执法单位加强执法行动 吉隆坡陆路交通局自上个月25号截至昨晚 开出6130张交通法单 当局在行动中对18435辆交通工具进行检查 发现其中的2919辆涉及违规的行为 并扣查55辆轿车以驻查案件 吉隆坡陆路交通局发文告指出 6130张罚单当中 其中的3250张是入税和保险余期 2150张为没有驾驶执照 458张是使用不符合规格的车牌 25张闯红灯以及其他违规的事项 当局在行动中对1171辆巴士进行检查 另一方面国家反毒机构也在农历新年期间 对452名男女进行毒品检测 发现其中的两人呈阳性反应正式吸毒 立刻将他们逮捕归案 另外龙氏陆交局所展开的摩托行动 在摩托车道共发出409张交通法单 就包括了和慢收费站摩托车道 这些摩托骑士涉及多项违规的行为 当中包括被证实吸毒 有7名被扣留的骑士 是因为他们被发现吸食鸦片和冰毒 这起行动涉及49名陆交局执法人员 和7名国家反毒机构人员 其中的175张罚单是因为骑士没有携带驾照 另外的224个罚单则因为没有更新驾照 和逾期录税 其余的则是涉及其他的陆交局罚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国的新疆病例开始大幅增加 甚至破万的日子 连续两天破万的新加坡单日确诊病例 昨天则回降到四位数 报7752例 新加坡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 其中1617例通过聚合霉炼式反应PCR检测确诊 6135例通过抗原快速检测ARD发现 PCR确诊病例当中 有1518例是本土病例 99例是从境外输入型的病例 另一组在家庭诊所进行ARD检测 发现了轻症病患病例当中 有6121例为本土病例 其余的14例从境外输入型的病例 此外新加坡昨天新增3例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维持在871例 累计确诊病例则达到39万7823例 和在邻国印尼新冠肺炎变种病毒 Omogram迅速传播 当日确诊病例连续三天 突破3万 死亡病例也持续的攀升 卫生部呼吁亲证的民众在家隔离 防疫当局则呼吁60岁以上的年长者 未来一个月避免外出 已没染疫 目前印尼已经暂时禁止外国游客 通过雅加达机场入境 领导抗议工作的还是与投资统筹部长 卢虎特指出 虽然大多数感染Omogram的人 发病时间较大毒株短 出现的症状也不如后者严重 但对于那些60岁以上的年长者 未接种疫苗 以及患有核病症的人来说 最新的毒株与前身一样致命 数据显示 大部分病死于Omogram的都是年长者 患有核病症者或未接种者 黑尼星期日通报新增 36,057例确诊病例 也是连续第三天突破3万 刷新去年9月以来的记录 新增死亡病例57例 比一周前增加超过4倍 卫生部表示 多数的病例都是轻壮 且没有明显的症状 呼吁轻症民众在家隔离 减轻医院以及医疗工作者的负担 让病床使用率维持在60%到70以下 卫生部表示 尽管Omogram传播速度高过其他变种病毒 但死亡率相对较低 其中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维亚加达已经连续4天 单日确诊破万例 隔离病房使用率已经超过60% 多数人在烹煮鸡肉料理前都会把鸡爪去掉 但你可否知道 留下成对的鸡爪其实还大有用途 印尼一名制造鞋子的企业家发现原来鸡爪皮 也可以做成皮鞋 而成型的皮鞋一点也不比其他的皮革顺色 每双鞋子售价介于1400令吉到2000令吉 来自印尼的年轻企业家Norman 今年只有25岁 在当地经营一家制鞋公司 他的父亲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突发奇想试试看鸡爪皮 是否也能像其他的动物皮囊一样做成皮鞋 然而实验结果却让人震惊 有五个人组成的研究团队 在短短的十天内就将鸡爪皮华丽转身 成为一双价格不菲的皮鞋 他们将剥开的鸡爪皮染色缝成几片 而几乎所有的皮鞋 都是由他们亲自手工制作 鸡爪皮 鞋至少需要64个鸡爪,而每双鞋子的售价则介于150到487美金,或相等于1400到2000令吉。 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听听由马街八路新村白人团队制作的马街梅花街主题曲《热爱梅花街的你》。 让您初期人人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我是拉斯达,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口罩戴好来到了梅花街 就不怕疫情来一场空白的热爱 让爱马甲美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